我给你整一大锅 够哥了 一天老回去 还老回去呢 不得多提点啊 都亿万复活了 说什么呢 就我这小破公司还亿万呢 能上百万就不错了 演 今儿演 演得还挺像 手里攒着十几套房产 在上海是地界 怎么着也得上亿了 你在说什么呀 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爸妈 把手上的房产都给你了 谁跟你说的呀 什么谁跟我说的 圈流都传开了 大哥 你看一下我这办公室 你再看一下我开的小破车 我要是真发达了 我至于装穷吗 我装穷给谁看呀 是吧 真没有 真没有 我骗你干嘛呀 你是信我 还是信那些谣言呀 哪是信你了 那就好 你要是信我的话 就去帮我辟谣吧 回头我请你吃饭 好吧 那我走了 不算了 拜拜 拜拜 一定是中介泄露出去的 好了 我不跟你说这事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我跟你说啊 你爸已经知道这事了 你赶紧回来 好 亏我这么相信你 把所有的钱都交到你手里 你倒好 背着我做出这种事 你说吧 您算计我多久了 算计我多久了 要是别人不告诉我 我还真梦在鼓里 我还真不知道 我取信已经成了一个空格 你还怪我 你怎么不想想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初结婚前 说得明明白白的 结婚后你不再跟那边联系 可结果呢 你背着我 你每年都拿钱给那边 要是我不在这儿 你恨不得把大半个家里 都搬过去 这么多年了 你没有在家 过过一个呼啰年 还一心一意为我 一心一意为香香 你连带我回趟老家 你都做不到 你就是看不惯连杰 看不惯我妈 怎么成了我看不惯他们了 太可笑了 你让曲连杰进公司 当集团的老总 一年亏损上百万 我忍了 曲连杰 贪污公款 泡明星包小三 我也忍了 他赌博 一千就是一个亿 你要替他还债 要保他平安 我也答应了 可你呢 你还要得寸进去 你把我放在哪里 你把香香放在哪里 妈 爸 你也别吵了 行行行 你闭嘴 你闭嘴啊 不要说话 香香是我女儿 从小到大 吃着喝着玩着乐乐 是吧 我样样都一着他 我哪一点亏待过他 年纪呢 他是我儿子 我不该照顾他吗 该 当然该 我真是瞎了眼跟着你 害得女儿跟我一块受罪 这么多年 你在外面找小三 我只当自己看不见 你要照顾你妈 照顾你前妻 照顾你儿子 我强迫自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我心想 只要你心里还有我 还有我这个家 我就不跟你计较 你不计较 你不计较你偷偷 买那么多房产 你不计较 你不计较你背着我 把房产转给瞧瞧 你不计较你让我 成为虔诚的笑话 连我这个自己的公司 都成了一个空手 我都不知道 行了 那你俩别吵了 三件事情是吧 第一件事情 爸 你回来这么多天 家也不回 也不跟我和我妈说 就是为了替我哥还赌债 第二件事情 奶奶要在遗嘱里分家产 说家产一边一半 还要瞒着我和我妈 对吗 你怎么 你以为我和晓晓 什么都不知道 你这么些天不回家 你在外面偷偷干了些什么 你敢说吗 我来告诉你 找外面的公司盘点资产 要把一半的家产 交到曲连杰手里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 那房子的事 你征修过我的意见吗 征修过吗 这是第三件事情 爸 既然娶家的家产 是你和我妈一起挣下来的 按照你当时离婚时的约定 这笔钱跟曲连杰没有关系 那既然迟早都是要给我的 早一天晚一天 无差别呀 无非是从一个口袋 转到另一个口袋 我不明白爸爸 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 一共有多少房产 折合市价是多少 原价是多少 这些钱的来源是多少 都给我收清楚 你别问女儿 问我 爸 这是我赶出来的现金流量表 还有各开户银行的对账单 你不是问钱去哪儿了吗 我告诉你 一部分进了萧萧名下的房子里 还有一部分 在我们共同的账户里 属于你的那份 再给你看一份损益表 资不抵债 你慢慢看吧 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就叫会计来问 对了 你妈不是要把一半的家产 交给曲连杰吗 随便 都拿去好了 全部给你们 我和萧萧净身出户 但是 萧萧名下的房产 你管不着 萧萧 饿了吗 走 干嘛到饭店吃点饭 来 让你爸呀 慢慢看 咱不打扰 妈 走 妈 爸 你劝下妈 妈 妈 去哪儿吃饭呀 妈 别生气了 爸爸 爸爸 他不一定听奶奶的 他根本就不是听你奶奶的 他本来就存了这份心 拿你奶奶的话说事 实际上 他为你哥攒资本呢 道理都说了二十多年了 该明白早明白了 装傻 现在呀 无外乎就两条路 一条 就是你爸尖尖跟我分家产 跟我离婚 离死网魄 还有一条 就是他自打耳光 从此 不再提你名下的房产 也再不提分家的事 你说什么呢 你跟我爸在一起这么多年 这么有感情 一条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我跟你说 你看着吧 晓晓 从现在开始啊 你完全回避 所有的事情我来处理 以前呢 我就骗自己 我们是一家人 你爸和我们是一条心 可这几天 他背着我 他后面搞了不少猫腻 我根本就真的 再也没有办法 欺骗自己了 不 我要参与 不少妈妈也得有人说话 那你放心 这次我坚决站在你这边 绝对不当叛徒 晓晓 妈跟你说 要是 把妈真的离婚了 你也要在妈妈这边啊 这个沙发真舒服啊 我爸我妈要离婚了 怎么办 我爸我妈要离婚了 怎么办 许晓晓 哭得还挺惨的呢 那走吧 那我送你去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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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笑归玩笑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爸爸妈妈会隐婚 是 我爸在外面女人就没有断过 我妈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可是即便是这样 我还是相信他们是相爱的 直到我爸爸妈妈真是交给你之前 我都没有想过 他们俩能算是彼此到这种地 也许你爸妈早就有问题 这件事情只是个导火索 安妮说得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即使没有这件事情 你爸妈之间恐怕也是极其可悲 可是我不要 我没有我爸离婚 我不想让我爸爸妈妈离婚 行了 别哭了 平时不是挺厉害的吗 只点这个 只点那个的 怎么到自己事儿上了 一点承受能力都没有了 师傅 你别哭了 我看你这样我也好难受呀 可是我就是想哭 你们不知道 从老到大我最喜欢的人 就是我爸跟我妈 可是他们总是没有时间管我 妈妈一个人扔在家里 家这么大 就我一个人 所以我就经常自己跟自己玩 自己跟自己演戏 数着时间等他们回来 别的小孩晚上九点钟就睡觉了 我经常就会等到十一二点 不会别的 就是为了看他们一眼 后来我爸把全体带回家 跟我说那是我哥 我爸经常会带着他去打高尔夫球 去吃饭 钓鱼 从来都不带我 我爸跟我说 你是女孩子 不用学这么多 只要高兴就好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要捣蛋了 你是想吸引别人注意力 你怕你爸爸喜欢你哥哥 怕你妈妈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 和你爸爸身上 所以你想 也不能被别人忘了 我才不明白 他努力工作不是为了挣家产 是为了博得他爸妈妈喜欢 是这个意思吗 平时不是挺彪悍的吗 其实就是个孩子 听我一句劝啊 你爸妈现在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 与其这样凑合着在一起 还不如分开 免得互相伤害啊 不要 我不要爸爸离婚 爸爸不能离 他们要是离了这个家都没了 我就是哭了 别哭了 师父 你让我做到好难受了 我也想不想你 我觉得你什么都有 肯定什么烦心事都没有 没想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 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那赵医生呢 他做了你爸妈离婚的事 我妈对我要没有跟他说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争加钱了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争加产了 你可没有钱 我也让我爸爸妈妈在一起 我倒是有个想法 我倒是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我认为现在你的家庭 最关键的问题都是因为钱 你和你哥哥也是争钱 你爸爸跟你妈也是争钱 现在你妈把公司的资产变现 给你买了房子 激怒了你爸爸 假设如果你要把这个房子还回去 你爸爸妈妈会不会 因此而感动 就不离婚了 可是他回来不就是为了征家产 可是家产再重要 也没有家人重要 我同意安丽姐说的 我也同意 我认为你们教育 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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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正